文化 語音識別是代表人的嘴巴和耳朵 這塊市場肯定很寬 国家等于就把这么大快的机会 都敞开了大家一起过来建设 我叫何河涛 我从小在阿门长大 研究生从北京这边去了美国 在念书 我们公司主要是做眼光智能方向的 特别是语音识别的 首先语音识别是一个叫复能和enable的技术 可以用在两百多个方向 补偿这块只用在两个方向 一个是范金融方面的语音数据分析 还有汽车方面的叫语音助手 我们最核心的竞争力首先是技术 我们是复杂环境下的语音识别 我们不是一个通用识别的 我们在电话信道里面的语音识别 我们中文的在世界范围里面是领先的 像我们做了几百个银行保险公司 每天我们现在应该二三十万个客服人员 去用上我们的产品 另外一个我们也在做一些政府的市民热线 您好 这里是普强新型冠状病毒疫情调查助手 早段时间那个疫情的时候 咨询量一下子涨了十倍八倍 可是这些护教中心的人还不能上班 那其实最简单就用机器来代替 您好 小一 嗨 导航到北京大学 为您找到底下结果 请说第几个 第一个 好的 导航开始 前方右转 进入北京路 研究生是在北京大学计算机网络方向的 从小学到中学其实我都喜欢计算机 我在小学还跟我哥一起去工厂里面打零工 买了一个Apple II 然后开始编程 感觉特别好 因为哥本科什么的都在北京大学这边念 我觉得在北京这边学这些硬科技还是比较好 所以就后来重新再考考到北京 在北京大学计算机 1996 外面都是 当时我们就叫电子一条街嘛 这些东边 其实前面是我的那个实验室 这边还是有点感觉 这北京的感觉 我感觉北京是这个样子 还有这些白水 2010年左右的神经网络突然间就开始萌芽了 因为我们一直认为云识别是代表人的嘴巴和耳朵 那这块市场肯定很宽 在美国那边其实有这个技术 在中国这边是空白的 所以我们就觉得就是 那来国内这边发展 等于是一个新的战场 当时我是拎着个包就回来了 最开始是我们投资人 在那个支撑路那边 给了一个办公室 就这里 原来这是那个 有的那个西哥马 然后还有上面还有大大微软 然后一下车感觉还不错 虽然旧了一点 因为当时我回来 不知道什么叫公寓 不知道什么的大厦 就西哥马 我进去一问 然后他说后面 因为那个叫公寓楼 公寓楼里面三番一厅 我们有个那个小房间 这种 我感觉北京就比较包容 可以容纳在我们这些 所谓的外地人 其实我在国内就没做过生意 说白了半个电话卡都不会 普通话也说不好 海电的创业员 还有中关圈的管委会 给了特别大的支持 他们还帮我们去找那些 有可能的客户资源 我经常说他们有用公司的钱 每个人能买一个北京的房 其实我们跟人都是语音交互的 中间我们原来是通过这些媒体 这些东西 其实这个媒体的技术不成熟 所以我才需要就是改成用手 长远来说 语音交互 可以发展到各种各样的方向 所以你看到现在已经有故事机 其实给两三岁的小孩 最近我们也接了一些 这些养老社区的项目 有一些报警啊什么的 其实一句话就很好 慢慢会其实越来越普及的 我们期望我们在复杂环境下 特别高照应环境下的 人机交互能做到全世界最好 这些都是我们得这么多年 得了奖项吧 各家机构对我们的认可 其中一个重要的奖项就是 那个恒情的那个 科创大赛的总冠军 18年得了奖 由19年因为这奖 他们的在恒情的管委会的帮助 下午拿了非常多的项目 他们也协助我们落地的恒情 在澳门的影响还挺大的 确实是让澳门的年轻人 觉得做高科技 也是一个挺好的发展方向 其实说真的 这是粤港澳大湾区的发展 我认为是国家给澳门青年 一个真的是非常好的机会 也浪费了 一起过来把这地方发展起来 国家是等于就把这么大 很快的机会都敞开了 大家一起冲 在北京在大湾区都一样 都可以的 一起过来去建设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